万斤油,培腻油 晚上不到7点 晚上又出来夜游了 今天我们就游一游新街口南大金 新街口南大金 靠陆右边一路向南走 这是新街口百货 下边有底桑 这是发票吗 是我们这边给你开票吗 没什么好说的啊 对不对 这有个净巴针 这个路非常窄 所以人行道也是在拍照的时候 就不太好拍 离门头太近了 这买饺子了 排队 叫圆祭云饺 这开了没多长时间 生意还挺好的 现包的饺子 新鲜的饺子 挺夸张 挺夸张 行 排队吧 今天是冬至 所以平时不吃饺子了 也会来这儿排队买饺子吃 这收集店没开几天就关门了 这也是号称老北京风味 这也是号称老北京风味 南城乡 我就去吃过他们家烤串 你看现在这些 不管是做什么工作了 打扫卫生了 保安 服务员 保洁 他们在干活的时候 就要拿手机拍下来 然后上船打卡 这手机带来的方便 让老板尽在掌握 有意思吗 这也有华青池 好吧 两边卖乐器的地方比较多 这是乐器 吉他 小提琴 双黄管 单黄管 这个是中式的二胡皮疤 有好多钱啊 好 好 这一六两边啊 不是珠宝就是琴行 这是古增 这个也是忠实乐琴 我新年应该会去建古增 乐琴又叫圆 应该是 这是一个新街口神秘的所在 里面有几只家具 然后我还进去一次 好像是搞文化创意了 面积也不小 没人进 进去了一次 刚装修过 把我熏出来了 味儿挺呛人的 全是秦航 我跟他盘上200多 那你跟谁说呀 自己摸盖 这不是信号 自行车 这原来是什么呀 原来是个陈光文具店 测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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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卫生保健所 葫芦丝 葫芦丝 有人告诉你正在玩葫芦丝 你不要以为是玩的是凉拌葫芦丝 葫芦带一个像笛子一样的东西 那叫葫芦丝 应该是西南哪个少数民族的乐器吧 好多店面是测电了啊 有些测电好长时间了 舞台 ением 建立 打 舞台 肯定 还可以 巡峰包子铺 这也有一个蜜雪冰城 蜜雪冰城看来是已经登陆北京 已经要大规模的进军北京了 平安里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是4号线和 应该和6号线吧 换乘站还是个大站呢 一般来说 北京的地铁地铁口一般是开在东西南北 这4个角的4个方向 但是地铁口它都没那么开 它4个口全开在平安里西大街的 北边南边就没有 你看这个是东北口 远处东南口 走到路口 然后折回来 应该开在4个路口的各自一个角 这样往哪个方向走它就方便啊 你看 这是它的西南口 西南口并没有开在十字路口的西南 北京的地铁口啊 因为北京的路是比较规整 东西南北 所以地铁它都会在十字路口的4个方向 各开一个口 如果是换乘站呢 可能会多几个口 一般 这个口你要面朝北的方向 ABCD是这么排了 从你的你面向 面向北 就是地图的北的方向 从左上角 西北 东北 东南 西南 分别是ABCD 4个口 也就是说 顺时针一圈 ABCD 这就比较好记啊 你不管到哪个比较陌生的地方 你就出来地铁站 ABCD 你就这么出 就没有问题 好 已经到了新铁口南大街的最南端 往回走啊 今天用的是FPV模式 这样就我抬高了相机的时候 它那个镜头就应该跟着我的手动 否则的话有些比较高的地方拍不到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的稳定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拍回去看看啊 地铁出来有一小公园 平安里的历史 平安二字值千金 这是柳全居 规模还不小的一个饭店 看看这外卖有什么 空了没了 空了没了 路过 哈哈哈 这是那些比较好 那两个人和 Special Fu 很容易移民了 非常多的地方 到了这一段时间 没什么 看到的 距离 仔细射 到最后的地方 不得的 是 大东西 而是 是啊 冬天 鱼 这是地铁的B口 这是B口 对面是A口 该过添带了 看得太过去 它是好 我们的烟 就是在揉迹 地铁的主要 准备 就是在驾驶 在迁坞的用程中 一块一块了,除菜水果便宜卖了 天福号本来是卖酱肘子了 但是一直是不温不火 生气不强 现在改超市了,卖水果 这条街叫护国市街 这条街应该是要专门来逛一次 也就是说值得专门来逛一次 好玩的地方 其实吃东西的地方 也是外地朋友来这儿玩 是打卡的地方 好 这是刚烤出来的吗 这不是 这是假的 这是模型 这也挺好 滋啦滋啦冒泡 行,看着就好吃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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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哪个人流量大的地方 怎么能少得了绝味压编的仓库呢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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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秦航 这一带都是秦航 乐器航 有些没生意就关门挺早 越关门又没生意 越没生意越关门早 大雅 小雅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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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陈磊音乐平台 看人家叫平台 对 有没有声音把灯打开 灯火辉煌 有点气势 你搞的黑灯瞎火了 连这点电费你都舍不得 那会行吗 优衣体验店 这宝负厅是什么 提琴 这idade的电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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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心态最好的是人家发廊 啥时候人家都东吼通明 跟山差五了 人家就搞搞装修 这地方我们来过百花深处 晚上还是很吓人了 黑过装装了 走到百花深处才发现已经走过了小洋间胡同大洋间胡同 小洋间胡同大洋间胡同 太小了 胡同口一步就跨过去了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跨过去了 下有一个二友鸡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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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下来 下来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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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街最多的首写的广告 就是大折 这康仔云吞面 这怎么关电了 其实还行 打折 不是打死 打死了都走不了了 路边有好多 美团热了吗 这兄弟们都在这儿借单 海兰之家 海兰之家好像说是男人的什么玩意儿 我算没穿过海兰之家的这衣服 不知道我这种男人是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老西安 汉中 好了 这就走刀头了 这个是个广东小馆啊 广东小馆在北京不多 烧 烧辣 叉烧肉 烧鹅 这也在卖鲜皮的 哦哦 哦哦 咕噜 高如骨 逃出新开的店 排队 好了 结束了 再见 挺热闹 再见